第一个我们修改的地方就是在这个Button上点两下 他会停在这个Click事件底下 我们把上面的Page Load的程式怎么样把它剪下来 Ctrl X就好了 剪特别注意你不要把刮符也剪下来 就刮符留下来然后其他留下 那第一个就是说我的什么呢 我的Cast Name就是我的那个名称的话是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画面上面的这一个 这个控制下 前面这个 不理他反正就是他 那名他的名称叫什么呢 TXT Name 所以你找到Enter之后再点他的来源是Test 这样就可以了Enter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这个丢给他OK呢 OK啊为什么因为在Testbox里面放的就是字串 所以丢过去不用转型 第二个会遇到就是你的什么年龄那年龄的话在哪里呢 Tst当使用者填资料 是填在哪里呢 TstH 点 TXT 有没有这个Enter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 他马上告诉你什么 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后面是字串 前面是什么 前面是整数 那不行啊 你这边两边不通嘛 不过 Visual Basic就可以 所以Visual Basic这个语言 太人性化 但是 问题如果不行怎么办 就是要把它转型 我刚讲过嘛 后面是字串 把它转成整数非常简单 你就记得 其实将来你们拿到书在二字十八页就有了 他叫做INT 因为我要转成INT里面有个点一下之后的话 他有叫Path Path就是转型 转型成什么 转型成整数 然后把它刮扶起来 用Path的方式 就可以怎么样呢 把字串 转为整数 INT开头 也就是你要转成什么 前面就是用什么 你要转成Double Double Dem Path OK 就是转型的意思 转过去之后丢没有问题了 再来呢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从哪里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们当然设计方法可以再加强 你可以判断说 有点就已婚 未婚 可是这里我们用 简单一点方法 好了我们针对RB1 RB01点什么的 里面有一个属性就check的 因为check的里面就是放true或false 那我们就显示true或false 当然这里你也可以改写成什么 让他秀出已婚未婚 不过这里就要做逻辑判断了 if 这个是true的话 那就秀出已婚 反之 就是未婚 但是这个我们先简单一下 先true或false就好了 OK 接下来的话 Day time的部分 这边有三个整数 对不对 那这三个整数是什么 是从那个 第1个是 TST的什么 year 对不对 点 TEST 但是他现在会不会错 会不会错 因为里面要整数 结果你给他个 给他个字串 不接受 所以怎么办呢 一样的方式 int一下 点 pass一下 然后就把他怎么样 刮糊起来 后面就把他刮糊起来 这样应该了解意思 然后面的话呢 通常都可以 Ctrl C Ctrl V Ctrl V 然后再把这个怎么样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month TSTmonth 这个也是一样 OK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应该了解意思吧 反正就丢过去给他 前面就变数暂存 后面再把它显示出来 OK 执行起来 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之后的话 我们因为前面是 把 刚刚那个 放在下面了 所以他不会去执行 而会执行 页面 等到页面执行出来之后的话 Terry然后年龄 28岁 然后随便给他一个数字 好了就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那因为我们后面是什么呢 是Response 把它 丢出来 所以 Response出来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就会Response到哪里 到页面的上面 不过这个名称给他改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填的 姓名 有没有 我们这底下东西 年龄 是否 结婚 因为这边是 所以 丢出来就 然后呢 年月日的话呢 登录日期 10月10号 那但是 因为 这个地方 他会 显示 还有time 所以会 会自己 再帮你加一个 上午12点 那实际上就是这样 OK O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